大家好 歡迎收看谷海飛揚 那麼台北股的今天最後呢 我們看一下最後是漲了47點 來到了10690點 已經開始在挑戰10700點了 那我們所看到的是 許許多多的上市櫃公司陸陸續續所發布的 這些營收報告等等 其實你會發現其實 整體來說 真的都不錯 也就代表說你說指數在1萬點 為什麼其實合理 今天如果說我們陸陸續所看到的 像去年一整個年度的 所有上市櫃公司的 營收財報等等數字 並不好的話 那你說指數在1萬多點 我覺得很危險 可能事實上 並不是如此 我們所看到的上市櫃所公佈的營收數字 等等報告整體來說 整個上市櫃的大家一起來看 真的是歷史的 那個數字是在歷史的高檔 所以其實你說 為什麼指數能夠在1萬點以上 其實它反映的是整個上市櫃的公司 各個產業的一個狀況 所以是合理的 所以其實我會建議大家比較不要太想說 這樣在1萬點會不會不好做 會不會有風險 我跟你講 那個風險永遠不是因為在1萬點或2000點 永遠都不是因為指數在1萬點或2000點 所以風險有差別 也不是 我跟你講 這麼多年了 所有的風險都是因為你追高 你在2000點你去追漲 一樣賠 你在1萬點你去追高 一樣賠 所以所有的風險我告訴各位 其實你不要一直講指數會有風險 沒有風險 風險在於你的做法 你怎麼做就代表了你的風險 懂了嗎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呢 所以這幾天 我就告訴各位說 來到4月了對不對 來到4月了你可以去留意一個重點 但是我只能跟你說這個重點 那是知道這個重點之後 那然後呢 什麼時候買啊 那又是另外一個學問了對不對 但是我可以跟你分享的是我們怎麼買的 我們抓到這個重點 然後我又怎麼買 所以我的股票都很強 今天我再跟你公開兩檔股票 成本一拉開了我就跟你公開 鬥金來到20幾%的獲利囉 而且今天兩檔今天都漲停 等一下我們來講 這是茂倫對不對 進入了全新的4月份 那什麼樣的標的會在4月份開始啟動 這是重點 你今天如果你的標的在4月份 你買下去 看我一整個4月份準備休息的 哇那好辛苦喔 人家4月份股票是剛上來的 結果你買下去的是整個4月份在休息的 很痛苦啊 所以做股票有時候你要去想 你要怎麼做 那我講過你要買 他準備啟動的 對嘴巴講 你要買他準備啟動的 講得很簡單 那怎麼做啊 對怎麼做 所以第一個股票會啟動 背後一定有數字 一定有數字在支撐 背後一定有 比較漂亮的數字或很驚豔的數字 或者是一個特殊題材 才能夠支持股價而後啟動變得很強勢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絕對的重點 像帽輪 我們為什麼買帽輪 你看他的營業利益 相對去年度去比較 這家公司告訴你什麼現象 我已經不一樣了 從這個現象告訴你說我帽輪我已經不一樣 對那你不一樣 那我什麼時候可以買 你會啟動啊 對啊 那我什麼時候買帽輪才對呢 我不能說我半年前去買 買到現在你才啟動吧 對不對 沒有這個 那那個 這太誇張 那個是沒辦法接受的啊 所以怎麼判斷 什麼時機出手是對的 而且既然是 既然你可以判斷什麼時機出手是 確定是對的 那那個時機到的時候怎麼辦 這就是我鼓勵各位的 如果你想要賺多一點 賺得快一點 而且要賺得安全的 那請你在確認這些事情之後 然後把你的資金 可能就是一檔股票 你用100萬 或者是150萬 甚至你說你願意用200萬 去買一檔股票 我非常非常贊同 沒有人會叫你這樣做啦 但是我夜展我告訴各位了 我今天提供給你的標的 是一再一再的確定過 你要數據 我可以提供數據讓你知道 為什麼我叫你買 它背後有數字 我現在跟你講的這個財報數字 是已經公開的 各位 我是拿已經公開的財報數字 我來給你報告 我不是拿一個神神秘密的 跟你說它未來數字 可能會怎麼樣 我不講那種東西了 我現在拿 你們現在都 大家都看得到的財報數字 告訴你說 這檔股票 它一旦啟動 它很強 它會很強勢 我跟你講這件事情 好 那問題是什麼時候買呢 就要回到這個地方了嘛 懂了嗎 它是好公司 它以後啟動會很強 但是什麼時候買 所以如果我可以告訴你在這裡買 在這裡都可以買 那請問你 我既然可以在這裡確定的話 請問你 你可不可以買多一點 你可不可以買多一點 那為什麼你敢叫我在那裡買 我講了嘛 如果它從 它從1月底開始運作 第一筆運作量進去 到2月中下旬 大概一個多月的 11個月的時間 累計不多 334張 可是有運作就是有運作 1張2張10張100張都算運作 因為那個時候的整體量能 它還沒有放大出來 但是它確實是已經進去啦 做手已經開始在這邊作駕了 已經在運作了 那也確實 我們也確實從 電腦系統上面看到 也累計出了一些張數 給我們看到啦 合計334張 所以第一次的回落要不要買 就是買 不能買多 沒辦法 不能買多 所以 但是我們還是買 我們還是買 因為 但是不能買多 沒辦法 然後第二階段 它又運作上去 而且這一段階段不一樣 對不對 數字從100多 100多 100多 到300多 到1000多張 各位 代表什麼 我已經跟你講過了 當它做得越急的時候 越緊湊的時候 代表什麼 代表準備要啟動了嘛 所以當你看到這個現象的時候 那請問要不要買 這裡要不要買 這裡你絕對要買了 各位 你就不用再等了 這裡的量出來了 所以你要買100萬 150萬 隨便你買了嘛 兩次 合計多少 2562張 準備完畢嘛 運作完畢之後呢 漲停 漲停上去了 是不是就啟動了 越來越急的時候 就準備啟動嘛 所以 第一階段 2月15到3月4號 你可以買一次 321到328 你可以再買一次 而且我說過了 既然 既然這些東西是確定的數字 那為什麼你不敢買 我常常我就說 我就覺得說我在講節目 講這些 實際的操作 這些內容的時候 很多人 你不知道是真的聽不懂呢 還是你根本 你不知道重點是什麼 我一直強調 重點 就像我這邊所寫的 為什麼我說 請你集中一檔 尤其一檔股票 如果你資金 只有100萬上下的 長輩朋友投資先進 只有100萬上下的人 你就不要想了 就是100萬去買了 我給你的標定 你就100萬 那就全買 不要再分了 那很多人想說 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要集中一檔 為什麼 對啦 集中一檔 當你做對了的時候 可以賺很快嘛 這是你們圖片都知道的原因嘛 可是問題是 你怎麼知道 那個股票一定會上去呢 這個對我來說是關鍵 這是我要傳達的 你怎麼知道 它一定會上去嘛 第一個 我拿已經公布的財報給你看 我不是給你繩繩密密的遮遮掩掩 這是你們都看到的東西哦 對不對 大家都看到它很好 那為什麼 那到底什麼時候該買呢 什麼時候該買 你要有根據 你們亂講啊 你們說三個月前我叫你買 四個月前要叫你買 你不能亂講啊 2月15到3月4號 這個就是第一次機會 為什麼 我可以拿數據給你看300多張 330的市場運作完畢 你當然要買 然後越做越急 越做越緊湊之後 2228張之後 你更要買 就啟動了嘛 懂了嗎 所以既然我可以給你看確定的數據 所以它 我帶你做任何動作是有根據的 不是跟你猜謎遊戲 不是跟你射飛鏢 開始啟動了嘛 329第一根掌停 對不對 掌到這邊來了 第一次的位置有沒有 這個位置 就是這裡 這個位置 就是這裡 懂了嗎 再掌停 4月1號 這樣子上來 38% 不知不覺已經38% 然後呢 你們看到帽輪襪長這麼多之後呢 已經長了38%了 然後才去看一下 哎呀原來啊 原來啊 原來它的營業利益 明顯的跳升了 難怪它這麼強 那是不是太慢了 所以我說 財報這個東西你一定要懂 可是懂財報之後呢 那什麼時候出手 它又更重要了 對不對 它又更重要了 所以為什麼它可以強勢 因為它財報好 然後你買的位置又漂亮 今天帽輪又創新高 今天又創新高 42%了 各位 從這裡買一次 這裡再買一次 這樣子已經42%了 100萬差42萬 100萬差42萬 前前後買了200萬了就差多少 起碼差了7、80萬了 然後呢 市長來開始慢慢發現 哇 帽輪為什麼這麼強 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財報給你看到 可是如果我們要去講事後的 那也別玩了 對不對 42% 好 好囉 所以如果說 所以我昨天講 我說 財報已經公佈了數據 我是拿公佈的數據給你看 營業利益出現明顯跳升 今天我跟妳講 今天我跟妳講 這是3338的態度 對不對 3338的態度 去年第三季 6,900萬 第四季7,000萬 妳往回看一下 第二季只有1,100萬 第一季只有負的 各位是負的變正 然後賺的1,100萬 跳到6,900 跳到7,000 妳跟我講 這家公司怎麼了 怎麼了 只剩一個問題嘛 什麼時候買 對不對 現在只剩一個問題了嘛 什麼時候 那什麼時候買 當妳看到這個之後 妳就知道 準備了嘛 對不對 當妳看到我們來戴鏡 當妳在3月15號 看到第一筆的運作量 進去1,034帳的時候 妳心裡就知道了嘛 準備了啦 對不對 所以如果 後來我通知妳去買泰塑的時候 妳要怎麼買 如果妳有150萬 如果妳有150萬 後來它運作到這裡 第一季段結束 第一次的回落 我說我通知妳去買泰塑 妳有150萬 妳會怎麼買 如果你現在回答我說 我當然150萬全買 那請妳今天趕快來報名 妳已經懂我在講什麼了 妳準備來賺錢了 我跟妳說 如果妳只有150萬 我叫妳去買 妳說老師我先來50萬 那很抱歉 妳根本還是不懂我在講什麼 我要講的是 這所有的標的啊 我們真的是確定過 數據我可以給妳看 如果連幾張數據 我都讓妳知道 我們都知道了 那它第一次的回落 為什麼妳不敢買 這個籌碼數據是 人家真的有買了 我們才能累進進來的 懂嗎 人家真的有買才會有數字 出現給妳看到 買就是買 沒有買假的這回事 各位 既然沒有買假的 那耳後會怎麼樣 一定要上去了嘛 那它為什麼上去 它憑什麼上去 懂了嗎 所以為什麼妳會發現 所有的分析師做節目啊 只講一半 只會跟妳說 泰塑妳看它很強 兩天兩根掌停板 因為它財報很好啊 所以呢 我的會員都有泰塑啊 我們的國家都最強的 對不對 他們只講這一半 可是另外一半為什麼不講 哪一半 那妳在哪裡買的啊 妳說泰塑很強 那妳在哪裡買的 妳不能說今天是 昨天掌停 今天又掌停 妳在今天才追掌停 然後上節目跟妳說 啊 泰塑多好多好多好 所以妳看我們有泰塑 如果妳是會員 妳真的會砸電視了 不要妳砸 我都要砸電視了 那個已經叫做玩文字遊戲 玩到一個 已經就是我們講詐騙了嘛 妳懂嗎 不要做節目做到 做一個分析師做到 連自己人格都沒有 有多少客戶 我只要我沒講電話 就算了我不知道 我只要講過電話的 有多少的客戶 有跟我聊到他過去的操作的時候 哪些分析師我就不要講了 不方便講了 做節目講的都是財報 公司好公司好題材 強勢股 對不對 他們就 他們就對啊 就像我講的 他們絕對不會跟節目公開媒體 告訴大家說 我們在哪裡買 因為不能講買了 只要跟你講說他哪裡買的 他昨天去追掌停的 你會報名嗎 所以我說的 我們今天如果需要幫忙 請妳確定一下 股票這種東西 不是只有這一半在做 各位 股票不是只有這一半 不是只有財報 看到好公司 那什麼時候可以買 懂嗎 什麼時候可以買 第一階段運作來 每一筆運作量 我都給妳算寫出來了 1034張 201張 1151 724 3860 709 1108 930 1425張 第一階段運作量就累進了 11142張 你跟我說 太錯它不是要漲 它是要幹嘛 各位 休息 休息第一階段 325到326就是買 懂了嗎 然後就開始墊高 開始啟動 懂了嗎 我們是這樣賺錢的 昨天4月1號 公期漲停 新標的泰塑亮燈漲停 公司營業利益連兩季出現相較過往大跳針 有沒有 我已經跟各位報告過了 從昨天的茂倫 我就跟你講 你要去看營業利益的跳聲 你要去注意這種標的 真的 所以我跟妳講 任何一句話其實有些含義在裡面 只是有些東西我還不能跟你講明的 就像明天 如果妳問我說 那明天怎麼樣 明天我跟妳講 要起風了 我只能講這樣子 什麼意思 不能講 要起風了 那起什麼風呢 明天妳就知道 我不是亂講的 我不是亂講的 就像我昨天跟妳講 妳要去注意的是營業利益 你看 茂倫也上去42% 泰塑昨天漲停 今天又漲停 有沒有 攻擊漲停 昨天4月1號漲停 第一根嘛 對不對 4月2號 今天早上9點03分 新標的泰塑繼續創新高 到10點43分 泰塑已經量增漲停 昨天漲停 今天又漲停 兩天兩根 已經24% 妳在這裡做 在這裡出手 這裡的位置是什麼 這個位置是沒有人要的地方 妳懂嗎 這個位置是沒人要買的地方 可是這個位置 你們卻不知道 原來這個位置 在我們所看 就是這個位置 各位 就是買了 所以我請妳買的時候 妳要不要買多 要不要150萬全買 要不要100萬全買 當然要 因為我不是在跟你開玩笑 我把我們真實的實際操作 從財報 從籌碼的狀況 從進場的位置 根據是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通通跟你報告了 所以未來妳來這邊 跟我們操作之後 我們一起合作 一起努力 我給妳任何標的的做法 也都是一樣的 那這樣的話 妳會發現妳賺到的錢 是實在的 很實在的 因為妳知道留得住 我今天如果帶妳去追漲停板 那下一檔又追漲停 妳會發現 那種做法賺到的錢 妳會怕留不住 很不實在 對不對 下半段回來 我們要講這檔股票囉 合情控 今天也漲停嘛對不對 下半段回來 我們再來講合情控 但是進廣告前 我還是要趕快先講 我還是要趕快先講 四月份是全新的四月份 全新的標股 妳看茂倫已經42%了 泰塑 今天又漲停 已經24%了 等一下下半段 我要講的合情控 今天也漲停 也26%了 成本都拉開了 對不對 那有一檔呢 三十幾塊的公司 連續兩季出現 營業利益跳升 妳再注意這句話 我不是跟妳開玩笑 既然這麼好 營業利益跳升 那什麼時候會動 那就回到籌碼 我剛才講 已經講兩三天 都有概念 明天開始會進入 回落的買進區域 這個地方妳應該看得懂 明天開始要進入 回落的買進區域 所以我今天先邀請各位 趕快來 因為這樣來 絕對來得及 把妳的資金準備好 我們一起鎖定 我們來重壓 要買100萬 就來買100萬 要買150 就來買150 要買200 就來買200 它有量供妳買 那我今天呢 我鼓勵各位 我們用最低的門檻的方式 好不好 大家都可以來 大家都可以來買 我們今天低門檻 只要這樣 妳自己看就好 好 只要這樣 然後呢 明天來買股票 趕快去撥電話 等一下我們再回到節目現場 大家好 我是鄭明娟 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 改版囉 黃金 債券 基金 投資商品 最新的資訊 全部都在最專業的理財節目 只要錢長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資趨勢 請鎖定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 週一至週五 上午9點到下午1點半 非凡搶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企圖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义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来我们看核晴控 核晴控你会发现 它从去年的第二季开始 进入第三季之后 整个营业的一个营收的部分 相当去年是呈现两位数成长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它来到了今年的 所公布的一月跟二月的营收 你会发现 不但没有缩减 而且那个YOY的成长幅度 还持续的扩大 有没有 持续的扩大 所以我再问你 当你看到这个现象之后 来我们再进了 当你在3月19号看到152张进去 然后累进134 332 283 342 累进到这个地方 总共1243张之后的回来修正 有没有 回落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 你接到我的电话 你接到我通知你 买370是核心控 你资金200万 那你要买多少 你绝对全买了 更何况 它根本还没涨 懂了吗 我的节目所讲的做法 就是我实际带你们操作的做法 那个股价已经飞上去 飞到天上去了 涨四成五成那种股票 你要我越想带你去做 然后跟你说来这边重金重压 那是什么样的逻辑 没有人那样做股票的各位 只有这种位置可以重压 只有这种位置可以重压 上去了哪有再重压的道理 不要拿钱开玩笑 只有一种位置可以重压 就这种位置而已 没有第二种 好啦 你买完之后呢 这里开始 有没有看到 我一直跟你讲的 当它出现连续又急的 好像快买不到 怕做不到一样 这个时候短短三个小时 各位短短三个小时 累进了4024张 请问你它在急什么东西 它干嘛那么急 各位 它为什么那么急 隔天就涨停了 总共两次累进5267张 涨停 你再回头看一下 它为什么涨停 原来 各位原来 你这道德操作的 你是倒着操作的 做不好 你要先看 每一家公司你都知道好不好 谁好谁不好 当你看到核情控有这个现象的时候 你去看到 你就知道 这股票未来要干嘛 对不对 它未来要干嘛 早安核情控创新高 今天早上礼拜二 今天早上到中午10点41分 已经亮灯涨停了 已经亮灯了 这个位置买 这个地方为什么可以买 这个位置是一般人不会去买的啦 对不对 你绝对不会在这里去看核情控啦 因为这个地方你去看的是当天大涨的股票啦 你的老师带你操作也是当天去看当天大涨的股票带你去操作啦 没有人会在这里带你去买股票的啦 而且还叫你重压 那个人是脑袋袖斗吗 这股票没涨你叫我重压 我从来没有遇过芬医师叫我重压的股票是根本 根本还没上去的股票叫我重压 我之前脚会费给那些分析师都叫我去重压那个 追那个大涨的叫我重压 这就你最奇怪 我已经讲过了 我们做什么讲什么 你如果真的要赚钱 你要实实在在这样做 325到326这个地方 到今天26%了 各位200万就差52万了 成本拉开了我就给你公开了 懂我意思吗 泰塑昨天涨停今天又涨停两天两根 讲到泰塑各位 讲到泰塑这档股票啊 我带一个客户 他跟我讲电话我记得很清楚啦 我没有记错应该是嘉义 一个应该也算是有 我听声音啦 四十几岁大概的客户四十几岁 新客户 住在嘉义 然后呢他负责要照顾他的父亲 他父亲中风 我现在讲那你应该知道 我在讲你的事情嘛 对不对 所以你贵性什么我都不讲 不透露 那当天我只有跟你确定过 跟你报告过 我说请你放心 我带你通知你的时候 你就真的去操作就对了 我节目中所做的做法 会给你的做法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我说你一定可以很快 把钱赚回来 可以赚很多 你现在应该也在看节目 我说到做到的 不管任何来 我要讲这些说 不管任何人来 我每天都讲 我说我接触过太多客户 来自各样的家庭 可能情况可能不是很好的 可能有一些家庭 可能就像我刚才讲的 这位先生 也要照顾自己父亲中风 那所以经济上面 当然他可能就是 仅有的资金要超多股票 对他来说 那就是一个压力 他不能够错 所以我们给他的东西 我讲过了 节目中所讲的这一切 要真实的发生在客户身上 那我今天邀请大家 我用最低的门槛 让你最方便 你们大家都会看 用最低的方式 我们来买新股票 好不好 明天开始会开始回落 所以明天开始我们来布局 未来成本一拉开上去 节目一公开 你赚钱了 好不好 赶快拨电话 欢迎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单期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